今天笑了吗 1995年的8月 台湾慈济教练慧老师 到马来西亚各地推广禁思与教学 开启马来西亚教育志业的推动 随后大爱妈妈开始入校园推广 2001年第一所慈济幼儿园在槟城成立 家长把孩子送到学校 接受人文熏陶 亲子班慈少及慈亲相续成立 孩子接触人文教育带来改变 深受家长认同 期待慈济能有更完善的教育体系 随着吉隆坡慈济国际学校的动土典礼 家长与孩子的期待向前跨一大步 真的很感动 因为一直以来 我们在马来西亚只有幼教这个课程 那一直想到说中学或者甚至是大学的 都很有看到 那今天终于等到了 我是看到下一代甚至是我们孩子的一个希望 他们比较支持合文教育 然后我也觉得一个孩子的品德也很重要 我希望他可以比一季起早一点健康 因为孩子可以上完这幼儿园就直接上一年级这样 国际学生快点健康 教之以理 欲知以得 慈济的办校理念 各往下扎根 往上茂盛 培育许多优良品德的社会人才 大海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导 大海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导 我希望你能够帮助 我希望你能够帮助